每看他出新的睫毛膏了 真的好用嗎? 好用還是不好用呢? 你們有人已經使用過了嗎? 你們要不要來看我的實測開箱呢? 嗨,大家好,我是NICO 我這次要跟大家開箱分享的是 我自己自購的彩妝品 不過呢,這個品牌可能大家不是那麼的喜歡 那有一些人可能是他們的忠實粉絲 那我沒有特別要評價他好與不好 登登!就是美咖的這一隻 他最近新出來的有點像斑馬 欸,長頸鹿 其實他好像有一個是斑馬,一個長頸鹿 那這一隻的話是長頸鹿的圖案 這一隻 他主要呢,我是看到他的廣告 我才生火了 重點是,我是猶豫了兩次 我才想說到底要不要買 因為我之前已經用過他們家的粉底 還有那個是什麼? 素顏霜 都對我來講我覺得是采雷的 那因為在網路上面我相信 很多人對於美咖這個牌子 就是有很不好的印象 那我自己剛剛有提到嘛 所以我就是看到他出的新品 我都不太會去理會 但是唯一就是他這個睫毛膏的廣告 讓我覺得天啊,我是不是應該要去買來試試看 因為美咖他不會來找我業配啊 我這次去保牙買的 保牙好像是兩百多塊吧 我影片上面,我這邊會放上去 因為我猶豫了兩次 第一次想說啊算了,還是先不要好 因為我原本使用的睫毛膏是Kiss Me的 那還有可以用 所以我就沒有想說要再花錢買新的 那剛好因為近期我已經沒有在接睫毛了 想說那我就不如試試看好 因為他那個影片啊,廣告 整個就是看起來真的好像沒有特別作假 或是怎麼樣 他就真的完全全素的乾淨的睫毛去刷出來的感覺 那當然第一點,這也是要取決於 你自己本身的睫毛條件好或不好 那因為我的睫毛算是不長不短 但是很容易下垂 是那種這樣子往下垂的 他不是這樣子很自然的翹 所以我一定要用睫毛夾 而且是用那種加溫的睫毛夾 之後把它夾翹 再塗抹這個睫毛膏 那我自己個人覺得 我在使用的時候 我不得不說啦 其實他們這種比較細的刷毛 本來就應該就是比較好刷了啦 而且是在你可能比較難刷的 眼尾啊或是眼頭 還有更難刷就是下睫毛 但是因為我下睫毛的毛很少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去刷下睫毛 但是它的顏色就只有咖啡色一款而已 它沒有出黑色的 那咖啡色的話是比較屬於自然型的 所以我刷完比較起來 我覺得是蠻好用的 但是缺點的話就是 當你要刷第二層的時候 一定要是等它還沒有全乾的時候 趕快刷第二層 因為如果你等它全乾了再刷第二層 我覺得是會有點卡卡的 會打結 它也會有一點點像那種蜘蛛腳 蜘蛛的那種腳會出來 那因為我個人睫毛的部分 我沒有在使用睫毛刷 或睫毛梳那種鐵梳子 所以呢 我的睫毛本來就沒有很濃密 那我使用的這一支 我其實是還蠻私心喜歡 但是我不是特別推薦給大家 但是我就是單純開箱 讓你們看一下說 真實使用 那我也附上比對圖 一邊是全素顏的狀態下 就是眼睛的部分 那另外一邊就是已經刷完睫毛膏的樣子 我現在的妝 我是幾點化妝的 呃... 九點多 對,九點多化妝 那我現在的話 我的睫毛 我老實講我的睫毛算是有點往下垂啦 但是這個好像也不能怪 睫毛膏 對 就是 它其實 感覺上還是多少 就是還是有一點 翹 因為我的睫毛本來就不 濃密啊 如果那些睫毛條件本身就很好的話 我覺得刷這個應該 會很漂亮 但是 但是 睫毛本身條件不好的話 我可能就不推薦用這個 你就還是要選擇那種 鮮長型的 鮮長型的 家常會捲翹的那一種 那它確實 那它確實也很防水 這一點我必須要說 但是卸妝的部分 我還是會使用 Kiss Me的 有一罐 水藍色那一罐 來卸 把它拿來卸美咖 這一支 也是OK的哦 很好卸 那因為我本來就也不使用眼唇卸妝的人 所以 我覺得用那一支 大家還沒有用過的 Kiss Me的那一支水藍色的 那就下次見囉 那如果呢 你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讚 還有分享 給我一個小愛心好不好 或點讚 幫我分享出去 那不要忘記 一定要訂閱我哦 下面可以訂閱 訂閱 訂閱起來 那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得知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哦 那就下次見啦 掰掰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呢 關於任何彩妝 就是我今天分享的這個 美咖的睫毛膏 任何關於彩妝的問題 也都可以歡迎留言下面告訴我 那我也會親自的回覆大家 還是說你們想要看 哪一個品牌的某一項產品 的真實使用的開箱 可以告訴我 那我就去評估一下 看我真的會不會用得到 那我就去買來 試給大家看 其實我好像真的很少 在分享彩妝耶 所以 我就覺得說 這次要分享彩妝 而且剛好是 分享這個比較 爭議性比較大的品牌 但是我沒有特別說 它哪裡好或不好 但是 因為本來彩妝品跟保養品 是一樣的 那 有可能是你的蜜糖 那 也可能是我的毒藥 相反的過來 也有可能是我的蜜糖 也是你的毒藥 那我覺得你們可以去 實際的 去 他們那邊的 因為開箱是它都有試用的 但是我自己是沒有在那邊試用 因爲我是看廣告 然後真的是燒到我了 所以我才買 所以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幫我分享出去 還是你已經有用過這一支了 也 告訴我你的心得吧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